Ayo 老师记 天天的高兴 大家好 我是Leno 今天来看印度斯坦对上伯利典人 这场比赛是D4的比赛 好 那这场比赛呢 比较特别的选择 是这个系列赛呢 选择的文明 要在之后的比赛中继续使用 所以选择的文明在之后的对战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没有办法选到一个全能型的文明 就很容易被压着打 那这边Dout是选择了一个蛮特别的文明 是选择了不利典人 那不利典人虽然被我们之前称过为全能型的文明 因为他的三级马凯 什么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但是呢 他没有火炮 所以不利典人严格上来说到后期 需要用到火炮的时候 只能用自己的战狼巨型投尸机进行反制 那以全能型的文明来说是门槛比较高的玩法 那以单纯打法来说的话 不利典常攻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但是他需要一些前排在前面挡住 不然还是很容易被对方冲爆 所以不利典人的打法 还是比较偏向于骑兵步兵工兵的路线 会比较适合不利典人的打法 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印度斯坦 那这边看到Hera是蓝帮 选择的是印度斯坦 那印度斯坦呢 这边以前 是有这个补鱼的优势 但是这个能力呢 像被达鲁匹图给分出去了 那他现在的经济优势 比较是偏向于前期的 这个村民的食物消耗节面 那中后期呢 有这个大干道 可以增加这个黄金的彩量 那印度斯坦呢 比较还是适合打黄金兵种的 或是打古拉姆 帝王骆驼 还有这个火枪兵 都对印度斯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那印度斯坦呢 他的打法 还是比较偏向于骑兵路线 因为他有大洛马 也有这个帝王骆驼 而且帝王骆驼还有攻速加成 但是骆驼单位众所皆知 都是很害怕见死的 所以遇到不列典人的话 如果要克攻兵单位 只能用古拉姆自己的保兵单位 所以印度斯坦人打法这一场 可能会走古拉姆为主轴 那如果不列典走骑兵路线的话 那印度斯坦又更好克制了 所以应该是要守出古拉姆 后出火枪兵 防止这个不列典枪兵 加上剑勇压制 那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两边的一个选择打法 那这张地图算是 非洲临终空地威力加强版 这个威力加强版 这个就是鱼呢会比较更多 比一般的非洲临终空地 鱼池更多 而且鱼量更多 玩起来比一般的非洲临终空地 更好玩 也可以说是不太需要一直去补模仿 要补也可以啦 但就是一个鱼池 一个模仿就差不多了 那这边呢开局方式跟临终空地一样 就是不要离木区太远 但也不要离中间的鱼池太远 因为如果你把TC开在这个边边角角的木区的话 你要去补鱼的话就会很远 你的承证东西没有办法 立即给他们做到一个很好的庇护 而且中间也有木头 其实一开始的木头挖中间的木头也就够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木头 其实不会消耗到这么多的话 一直在中间伐木也不是问题喔 那非洲临终空地呢 打法还是比较偏向我们游牧的战法 比如打这个塔工啊 或是直层 都是游牧中的比较常看到的 但是在非洲临终空地 又跟一般的游牧不太一样地方式 并没有鱼船的配置 所以一般的烙鱼配置 就是单纯捕鱼喔 可以把它当成这个 入土打 比方把它当成海土打 所以你把它当成海土打 你的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食指看上去喔 诶这个是捞鱼土 可能木头要多配喔 其实是不用的 因为你并没有游船 这一点的话 大家在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喔 千万也不要想说 诶把这个鱼石捞完一个地方 然后开始下码头捕鱼 虽然是有人这样搞 但是不推荐 因为你的金鸡很容易爆炸 不如多开TC 多按村民喔 撒农田啊 会更好一点 好 那这边看一下 两边封建时代怎么打吧 这边看到道特是18匹 上空间时代 Hera这边是19匹 19匹打18匹 那这边看一下细节 Hera这边是没有点支部技术 道特也没有 两边都是一个直层配置喔 那这个直层配置在游牧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两边都不知道对方的点位的时候 打直层的话还是比较安心的 毕竟封建快攻打不到中心就很容易被压制住了 好 两边直接上个城堡的时代 那待会Hera这边是印度斯坦 3TC开农是具有优势的 但是道特这边其实3TC开农也是稍微有优势的 城镇中心的木头半价 让它更早可以开下3TC开农之外 省下来的木头也可以多撒农田 或是去偷一些伐木科技 包括农田科技 对经济的成长来说 不列天人算是一个也可以开农型的文明 而且我蛮推荐的 如果你喜欢玩弓兵的话 不列天人确实很适合 好 那这边道特应该是要来开TC 右边这边开一个城镇中心 好 这边补了一个 那这边要不要再补一个呢 可以再补一个 补在上方的鱼池 那这边应该是会走一个捞鱼策略 然后待会马上补下二级伐木 好二级马赴 诶 点了之后又取消 那这边取消有可能是在担心自己3TC 肉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所以先取消了 好 那Hero这边是决定直接下3TC 然后补二级伐木 这边跟道特就有点分支了 这个分支出现了 就道特这边是补补二级伐木 诶 但他这边的选择相当正确 可以看到这边道特的肉是非常极限的 这个如果再继续 点下去的话肉就够了 诶 结果这边不止3TC 直接轨转4TC捞鱼 OK 4TC不利点捞鱼 捞得非常舒服 看到要5TC吗 这里再补一个如何 我又 saw OH SHIT Holy SHIT 5TC啊 17分钟开了5个TC 我的天 有这回事 难怪不补二级伐木 那确实不能补 這個补下去绝对是 炸裂 哇靠 6TC 道特你 是不是有点冗过头了 把對方世界冠軍不當一回事 這就是我欣賞DOT的一個地方 從來不會因為對手的強度而去影響到自己的打法 不會覺得自己會打輸 身為職業選手一個很好的心態 如果職業選手會抱持著我會打輸的關係 所以我開稿 所以我不跟他正常打 只有開稿才會贏的一個心態 道德從來不會 還就是很做自己的一位玩家 OK 9TC 哇還在農這什麼鬼 Holy shit Oh my god 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人在這張圖農成這樣子的 是9TC還是8TC 9TC 我有看錯嗎 道德這邊9TC Hera這邊是5TC 準備要來升帝王 我怎麼覺得道德會農過頭啊 Hera這邊都要上帝王時代了 5TC 那這邊9TC 確實農得很開心啊 他的風格就是我行我術嗎 還是有自己的風格 應該算是自己的風格 從來不會因為對方是 Viper 或是Hera 還是MBL 就會去覺得自己會輸喔 貫徹自己的風格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MBL 不是MBL Hera Hera這邊是 帝王時代點下了 好1分半就升帝王了 道德這邊領先大約20村左右 9TC 這個9TC真的是有夠狠 好這邊看一下 那Hera 升帝王時代會打出什麼樣的打法 道德這件事 直接轉長弓兵 開始壓制Hera的城鎮中心 那Hera果不其然 點下了古拉姆的步兵鎧架 還有護衛技術 古拉姆也在少量的生產當中 那古拉姆為什麼會搶喔 最主要是因為他出了高遠防 移動速度快 而且他的攻擊力是有串燒效果的 可以直接穿透一堆工兵單位喔 所以這邊工兵聚在一起 很可怕 很容易被穿爆 然而長弓兵就是很容易聚在一起的單位喔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這裡擴散傷害的效果 直接穿到了後方 連後方的長弓都殘血了 所以古拉姆其實是一個很強大的單位喔 但以實戰上來說 只要對方不是工兵文明喔 遇到騎士還是會失憋喔 只會對方騎士數量很少 那還是可以用古拉姆來打 好這邊串燒效果非常的優秀 哇 狼一大堆的聰明直接殘掉了 這裡 道特要出現道特寶了嗎 哇靠 直接在Hera面前上演道特寶 一直道特一直寶 3% 又再一次上演道特寶 Holy shit 好這邊Hera重點防守 避免這根寶被蓋起來 但是有抽屏過來硬蓋 但是一蓋下去也沒蓋好 左邊又拉了更多抽屏過來 但是Hera又賺到了好幾村 現在抽屏處已經持平了 142村對135差不多了 好刀頭這邊安下了三級色化學 長弓兵的升級也是需要很多的 待會還有義勇騎兵要升級 還有這個精銳長弓 升級的科技依舊還是要很多要點 還有精銳升級 那這邊道特是決定繼續出 長弓兵 那以道特這個文明來說 不列顛打古拉姆的話 最好是轉出劍勇或騎士 去打正面會比較好 那如果想要主動權的話 還是要轉騎士喔 重裝騎士來打一下 但騎士沒有品種 所以用起來稍微可惜了一點點 好刀頭依舊還在爆長弓 好刀頭現在覺得說 欸我長弓打不贏古拉姆 那應該就是我長弓出的太少 才打不贏 確實也是這樣子 如果打不贏這種高遠防單位的話 通常就是數量太少 好那這邊是來到了四根城堡 但是前方這一根城堡 已經被印度斯坦給擊破了 欸結果這個火炮怎麼一出來 就被城堡射掉了呢 沒有穿好這個距離 好印度斯坦HERA 這邊是決定三個巨頭 繼續進攻當中 下面這個TC也要爆開了 好開始補下了長弓的工兵鎧架 好現在家裡一直有古拉姆在亂竄 有點尷尬 好第一根城堡掉了 後面古拉姆已經衝了過來 激怒古拉姆攻擊力15點 11加4遠防8近防2 血量70滴血 所以如果是騎士來打的話 是很好敲掉古拉姆的喔 好那刀頭依然是貫徹自己的想法 長弓繼續按 好這邊看一下古拉姆能不能順利包夾到這一坨長弓 好上方古拉姆已經貼上來了 後面古拉姆想要包掉 哇中間長弓兵直接被串燒掉 大量數量 一瞬間一大堆的精銳長弓直接被包夾 全部死去 這時候倒頭突然意識到 哎呀真的打不贏啊 長弓兵只要被包到的話 那基本上是全倒 畢竟人家有串燒傷害啊 直接打你全體啊 好道特這邊是點下了重裝騎士 果然還是要轉騎士啊 這個騎士不轉的話 永遠沒有辦法有主動權 快點趕快補一些騎兵 當然這邊農田 只有點一級農田 也要先灑一些農田了 因為待會能補的地方會越來越少啊 這邊巨型投石機還在進攻 倒頭這邊就很尷尬 沒有火炮可以用 所以現在要反擊巨頭 就只能用戰狼科技的巨型投石機才能反擊 那戰狼科技要升級 還要產這個巨型投石機 這個前置科技喔 花的資源就很多啊 所以我們開頭為什麼會講到 這個... 不列典雖然是全能型的文明 但它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遇到這種情況就會顯得很尷尬 沒有辦法即時轉出能反擊的東西出來 一定要過一陣子喔 有這個資源科技喔 點上去 才能轉這個巨頭反制喔 那這個時間點 倒頭的家裡狀況是比較越差 雖然這邊已經轉出了重裝騎士 砍入正面 好 布拉姆的數量開始慢慢變少了 但是倒頭這邊的村民樹也是慢慢變少 長攻兵還是有再出 這邊是想要打一個長攻 配上重裝騎士 看起來重裝騎士數量還是有點少 肉一直很緊繃 什麼還需要買肉 重裝騎士很想要努力坦住這一坨古拉姆 但古拉姆完全不給倒頭機會 黑羅拉這邊是補一下更多古拉姆來到的前線 後面還有火炮 巨頭繼續往前推進 尷尬了 這裡沒有足夠的肉 可以產騎士了 而且這邊硬產騎士 聰明也會斷村 反而聰明樹沒有辦法再穩定拉起來 經濟也是繼續停滯 倒頭這邊是決定打出了拒絕 我們恭喜黑羅拿下比賽勝利 哇 黑羅這一招單純的古拉姆報 配上攻城系的寶吹 不是寶吹 巨頭加火炮吹 效果十分扎實 打長攻真的是 嘎嘎痛啊 好痛好痛 直接包起來 直接串燒 長攻兵直接變成串口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應該沒問題 是黑羅拉拿下比賽勝利 雖然DOT這邊開局9TC開農 但最後是直接損桿爆炸 KAT非常的慘烈 所以千萬不要挑戰 印度斯坦的古拉姆 如果你是工兵文明的好手的話 要特別小心古拉姆這個單位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